歡迎來到肥歷士頻道 今天 記得不要錯過這一堂 因為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 其實很多不同的會員在不同的渠道都已經問 究竟現在這個情況 需不需要或者應不應該去買樓 買樓的原因有很多 我待會給不同的方案或者 scenario 給你知道 究竟 陳先生在某一個情況他應該怎樣買一層樓 我就會試一下用一張圖 看看怎樣可以說得到現在英國的情況 怎樣在每一個緊構item的關係裏 怎樣我們去作一個決定 究竟現在是否一個適合的時機 我們去買一層樓 可能是自住 或者可能是放租 即是投資 我們現在看看 還有英國買樓的資產部署 剛才所說 陳先生 他現在有一筆錢 你想想陳先生就是你也好 或者陳先生是你的朋友也好 我現在有一個例子 究竟陳先生有筆錢 由香港帶來英國 究竟他應該怎樣做 這條片就會告訴你 我們現在去片 我在做一些研究的時候 我平時會四處看網站 看一些新聞 我本身 認識這件事 所以我看下去我覺得很合理 譬如我 For example If resection hits the UK A base rate rise is the last thing we need 我們看這個 topic 我想問大家有多少個形式 他所說的東西 究竟知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好啦 Resection 大家都知道 經濟蕭條 如果經濟蕭條 Hit the UK Base rate Base rate是什麼 首先你要知道什麼 Base rate 好啦 繼續了 Rise is the last thing we need 其實他說經濟蕭條 我們就最不需要去加息 其實在說什麼 好啦 你就算看這些內容 也好 我相信 普遍大部分人 如果不是讀經濟學的話 其實他未必會明白 這件事 究竟怎樣影響經濟 影響經濟就很誇張 關我什麼事 經濟 我來這裡自己吃飯都沒搞定 我怎麼想經濟 但現在我們先回到的 topic 我們要說 經濟怎樣影響 我購買一層房屋的決定 所以就現在變了有關係 好啦我再看另一個news UK factory growth Hit two years low 咦 為什麼突然說 我們經常都在說 Inflation 現在英國的情況就是 通貨膨脹得很厲害 為什麼突然說 UK factory 他們的growth Hit two years low 什麼事 Oil drops German retail sales In record fall 什麼事 突然間 為什麼無端端 這個inflation的情況之下 突然間 他們說的生產全部 會向下跌 什麼事 你看這個news 是說2022年8月 7月 7月 8月 經濟蕭條 通貨膨脹 無端端的經濟蕭條 你有沒有想到 好confused 你這些confused的事 一般人是不會care的 但我告訴你 你有些事 once you認識了 一個foundation 一個基本之下 你就會明白 究竟怎樣影響 你的日常生活 以及你的日常生活 將會影響多久 如果我簡單去說 究竟我 based on這兩個 這樣的 topic 你想不想到 和你的房屋政策 或者對你的房屋的價格 或者你這一刻 你不應該買樓 或者你還在香港 你是不是應該 帶現金過來買樓 是不是應該放在香港 層樓 然後現在過來買 其實是你需要知道 OK 這項你需要知道 其實是知道 foundation 你可能已經解決 很多事 好了 我平時看 我當然會明白 他說什麼 但我覺得 不是呀 我應該會告訴我的會員 其實這些東西應該怎麼看 當然經濟學是一本書 或者是很多本書 即Monitoring Banking 或者Eco Micro Micro 這些是很多書加起來 才講經濟 但我現在把它很簡單 在一張圖裏 令到你們都會明白 而明白 亦都會覺得 怎樣可以因應 某一件事 去自己作一個決定 行不行 好 那我就來了 一張圖 這個video Go for一張圖 沒辦法 別人平時一張圖都沒有 別人都是這樣說 我現在準備了一張圖都很好 我不是CAP回來 我只是做出來給你們 好了 來了 我會嘗試每一格 告訴你 究竟是什麼 當然 我不會說到很細節 我只是給你一個高級 一個當一個Introduction 知道一下 究竟現在 UK的經濟 在這個Micro Micro 的環境中 怎樣影響 你現在 買樓的決定 或者你買得對嗎 或者你買一層樓 究竟會不會升 還是會跌 還是說你現在租樓 你應不應該買樓 還是說我買樓 應該買 怎樣借錢 很多東西 其實是會牽涉 和你直接影響 你看到沒有 待會有些個案 是隨時你會看到 到最後 陳先生可以用很少錢 住了五年的樓 到最後他每年還有錢賺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待會就告訴你 但是回到這裏 慢慢來 好了 這張圖 裏面有數字 裏面的數字 我直接 是Primary data 意思是直接 由英國 Statistic Department 拿回來 所以不是什麼二手 新聞網站 那些 抽點不抽點 拿點不拿點 我拿Data 當然是Primary 盡量拿 沒有了才是Secondary Secondary data 正常 我去雜誌 新聞網 去看 那些都不要緊 雜誌 新聞網 也好 那些資料都很準 因為我看的是什麼 我看 Wall Street Journal 我看 Guardian 我看這些網站 它裏面的Data 如無意外 都應該準確 OK 好了 來囉 在這個UK經濟 Micro 就是小一點 Macro就是大型 我先不要理大還是小 先要你要知道 大型 大家都知道 英國和歐盟 脫歐了 在2020年 大約兩年前 它用了再一年的時間 去到2021年 這段period 去慢慢調整 所以那時候 2020年來 你就知道 有些事情很confused 就算你怎樣駕駛 去歐洲 其實你都不知道 突然好像改了制度 因為你知道脫歐 不單止 貨幣那麼簡單 就算 入境政策 移民政策 銀行 一切的東西 脫離了歐洲 所以英國是自己 獨立去做 在這段時間 拿一年的時間 慢慢 轉型 其實是很混合 當時是非常混亂 到了現在 Stable Stable 產生了很多 後面的問題 出現 隨便我找的網站 是7月 它在說什麼 迪卡龍 你平時買東西 就知道 運動服裝店 IKEA 買品牌的鞋子 三副鞋 很多東西 你知不知道 我們在英國 買的價錢 是比 歐洲 貴 可能 25% 脫了歐之後 有些東西斷了 導致 我們的出入口 所有的稅關 關口 全部不同 之下 導致原來我買同一個產品 你到歐洲買 你便宜了幾十% 這是 為何我遲些要帶你們到歐洲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一定要有心機去看 但是我告訴你 你應該會帶到夜落袋 尤其是你未來香港 就更加你要看我 一些其他怎樣在香港買車 或者香港怎樣租樓 如果你來了英國的話 尤其是你接下來所牽涉的5加1 這個就是告訴你 你來到才是剛剛的開始 然後 所有價格物品 你已經是升了很多 所以 你會發現 升了價格 是你自己的obvious 感覺到的 如果你來了大約 年多兩年 你應該看到價格是慢慢升上去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好了 你不要說美國和中國 或者美國和日元 你知道在玩交叉盤 你便知道 怎樣在貨幣 現在的日元 坐到 40年的新低 你想想 一年 突然跌了14% 即是很厲害 你這樣 如果你懂得玩 所以會有人怎樣 無緣無故賺10% 你不要貪心 想一些投資項目 別人告訴你 可以有80%回報 120%回報 那些是有的 很高風險 除非很認識的東西 一般來說 你有10%至20% 我告訴你很棒 稍後我給一個 CASE STUDY 你就知道了 好 我們再去 MEDCO的情況 是其中一樣 所以其實現在 政府本身已經頭痛 你只是 歐盟了 你已經有很多東西 包括運輸署 出入境署 房屋、所有人口、一切的東西全部都有關係 你還剛剛踩正COVID COVID就是2020年開始 你已經搞了很多東西 所以不只是UK的經濟差 我告訴你,美國經濟一樣是通脹 不只是我們通脹 我稍後再說通脹,再跟你說美國情況是怎樣 現在全球供應鏈本身有問題 本身有問題,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chips,所有東西 全部都是硬件東西 又或者原材料 根本大家的logistic是斷鏈的 拿不到貨 為何新車都出不到 為何出得那麼慢 為何每個都搶了英國的二手車 現在大家都當然會感受到 二手車價格會升值 你有沒有聽過 除了那輛JDM全部的日本車升到飛起之外 那輛是根本懂得玩classic car的人 炒到它升 但是現在普通的車都是升值 你買一部車回來 你不要說不輸 不要說升值那麼誇張 但一般來說 你不會輸太多 一般來說你買車都不會輸太多 二手車你再放出去 因為新車都不夠 現在supply chain是斷的 chips不夠 現在很多車都有電腦chips 所以很多東西都是supply chain問題 導致成本增加了 一般supply chain不影響我們consumer 直接不會影響到 但是你說為何會通貨膨脹呢 你看看這裏 我圈著這個9.4 你要首先要知道9.4要多還是少 通貨膨脹在一般情況來說是4-5% 是正常的 意思是怎樣呢 有升有跌 Average在10年或20年裏 4-5%是正常的 好了 但現在9.4 即是說我們算是偏高 都很高 還要說什麼 他們說 剛剛他們預計 10月至11月 在個月份 是有機會 In Average 升到可能雙位數 包括去到10%至11% 很高的 你知不知等於很高 什麽叫很高通脹 通貨膨脹包括你出去買東西吃 這個講CPI Consumer Price Inflation 這個不是Consumer Pricing Index Consumer Price Inflation 9.1% 即是你現在出去 超級市場 我們說Consumer Consumer買東西就是 買肉、買車、買衣服 這些一切的東西 都是平時我們做Consumer 會去消費的東西 當然你出去吃飯 卡拉OK 全部都是 全部東西 都是升了9.1% 所以你會發現 一年前和現在買東西 怎麽樣升了這麽多 以前買10磅的 現在升到12磅 同一樣產品 都沒有加Feature 即是Marketing就知道 你不加Feature 但是加價 這個就是 擺明消費者的通脹指數 升了 這個是其一 我告訴你 Inflation 經常說通貨膨脹 會影響最重要的三件事 現在第一件 記住 就是一個叫做你出去買東西 那個叫做 Consumer Price Inflation OK 第二件就是房屋價格 房屋價格 就是 我們現在 Average 是28萬3千 在全英國的 Average House Pricing 28萬是 Average 如果你買得低於28萬 即是低過 高過就是高過 沒什麽意思 但是告訴你 只不過Average 但是 Based on 這個Average 他就可以 Calculate到 每年 究竟他的升幅或者跌幅是多少 上年到現在 Average 多於12.8 你會知道 在London 升幅大概是8點 去到 Wales 或者 Scotland 是過10 其實很多地方 你會發現 升幅很高 但是你不用怕 你住Scotland 你住哪裡 你住Wales 你住North East 即是 東南西北 你要開始認識 我們全部是說英國 East South West South West 全部是說 當你一說這個字 你應該知道那個區域是什麽 你現在住的地方 不代表你永久住這個地方 我們很多人 轉三四個City 最後才落腳 也不奇怪 當地人 他們都會在不同的城市居住 所以 這個四維走 是很普通 你不用擔心 我們香港 好像元朗州 香港區 已經很困難 但不是 這裏是普普通通 四維走 好了 房屋價格指數 這裏是升 所以 你會發現 在大約一年前 兩年前 你買的樓 現在是升了 但升了 你要有個概念 甚麼是升了 譬如我講一層 30萬 即30萬磅 30萬磅的樓 如果我升10%的話 你立即計給我看 多少錢 33萬磅 30至33萬磅 其實對你來講 你剛剛從香港過來 你是不覺得 因為你仍然覺得 33萬磅 你就可以賣到一層樓 Full Pay 你Full Pay 等於你不用交 你不用再供樓 你知不知道你不用供樓 即是等於你沒有收入 你都沒有issue 只吃少一點就搞定 事情就是這樣 你還要有一筆錢 那筆錢還可以給你日常生活去花 其實你等於沒有錢 你不出街 讀書 小朋友可以一路到 讀到很大都可以不用錢 是不是 所以 這個是說房屋 又升了 12.8% 這個是平均 我遲些有 第二些PowerPoint 或者slide先跟你講 究竟哪些區域 是有potential 你應該去買 好了 接著再去 有一個叫 CPIH 這是什麼呢 連賣 即是我們講的消費 我們consumer的消費 連賣housing之後 都升了8.2 你要知道這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我們來到英國之後 電費 你們香港人 我們來到一兩年 你不覺得 因為我本身 一埋單 就已經2000元 一個月了 然後每個人都告訴你 都是這樣 我都是這樣 我3000 加上 氣體費 和電費 然後你會發現 對你來說 是沒有感覺的 我們經常都說沒有感覺 因為你一來就是2000元 你知不知道對當地人來說 這個升幅已經很厲害了 很厲害的意思是 它不是剛剛升上來 它是慢慢慢慢升上來 以前 我跟隔壁家聊天 他說 我以前 大概 50磅左右 60磅左右 已經take care了大部分的東西 現在它在給200多磅 是很大不同 知不知道 所以對一個Local來說 這個電費、水費、氣體費 或者Council Tax 所有的東西加起來 這就是出了Index 導致消費連居屋住 去到8.2 你要明白跟你居住有什麼關係 這個就是 如果你租樓 和買樓 這個價錢升幅 首先你租和買沒有分別 因為你租和買你都要用電 租和買你都要用水 租和買你都要用氣體 所以 它的價錢將會相同 對你 是怎樣影響 行不行 所以你賣樓和租樓 這件事 你只不過知道是加了 但是你兩個是沒有關係 如果我回到CPI 我經常都說 怎樣影響房屋 Focus 上課堂很有趣 你一定要懂得活學活用 你先了解了什麼 再懂得擺在一個情況上 跟自己有關係 這就會學得很快 現在我們講 這個經濟怎樣跟房屋有影響 經濟可以跟汽車有影響 經濟可以跟你生活有影響 經濟可以跟你移民有影響 但現在講經濟和房屋有什麼影響 行不行 剛才講的全部 這個index 升了8.2 在一年 這個講一年來 OK 消費者通脹 CPI這個 就是講你出去買東西吃 一樣 你租樓和買樓 你都一樣要吃飯 一樣要煮東西吃 所以這個是沒有分別 一樣是跟你講 他升 就算你租樓買樓 你也是升的 再去 房屋價格 回回剛才 剛才講了 我說地方有升幅 租樓和買樓有分別 租樓你就被人收租 越收越貴 OK 你看這個MACCO的情況 他接下來的inflation 他會慢慢慢慢繼續上 OK 你們預計去到十幾% 你一路上 當你inflation 就是通貨膨脹 會導致房屋價格繼續升 政府不是沒有辦法 我會告訴你政府會做什麼手腳 它會令到inflation會減溫 行不行 現在 房屋政策 現在的情況就是加到12點多 所以你租樓是越租越貴 行不行 第二 如果你買樓 你今天買 明天買後日買 和下年買兩年後買三年後買 如果根據這個情況 會繼續升上去 你聽得出的話 你應該知道是什麼 我不會告訴你現在是否應該要買 但我告訴你你聽到的話 因為這是教育 我現在不是鼓勵你們去做什麼 因為你每個人的case是絕對不同 你有需要你反而去patreon問我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自己聽一下 然後你了解一下 自己吸收一下 再擺字的情況 再去 生產者的價格指數 亦是其中一件影響通貨膨脹 我剛才說通貨膨脹有三件重要的東西 這個就是PPI PPI又是通貨膨脹9.4 這件事跟我們沒有關係 包括什麼 現在有一部車 你見到 塞著一桶油 這部車 裝著很多木條 這些車 在發的那些 不是去我們 他在貨櫃放著很多電子產品 其實那些 全部 那些物料 塞膠的東西 全部不是去我們 那些泥 那些 任何材料 生產的東西 這是去producer 生產商的 所以生產商 現在他們都有 input output price 現在就是告訴你 他們的成本 都高了很多 為什麼 成本高 因為剛才說了 你記不記得 我剛才說 全球供應鏈是很大問題 所以他們大家都在欠財 大家都要買chips 大家都要買車輪 大家都要買鐵 大家都要買木材 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短缺 現在我們說shortage shortage在建築材料 能源 大家都感受到 你一入油就知道 而我們的入油 跟別人生產商的入油 是兩回事 別人大貨車生產 做事的時候 他在用的油 是很厲害的 我們就說一個月入200磅 別人一個月可能入2000磅 20000磅 價錢實在差太遠 它升到 它的input 實在inflation 都很厲害 所以 它沒有辦法不加利價 這個就是整個cycle 為什麼我們通貨膨脹 發生在這裏 行不行 不是說 不是那麼簡單 大家都有聽過 我們香港人來到這裏 大家買樓 買到樓都貴了 這個是對 但是是對 很少 這個是有發生 這個是事實 但是只不過影響的 是很微的 是有影響 當然你的區 全部香港人 這樣炒 沒辦法 是你的區升得很厲害 現在說整個英國 行不行 我們 你要看 究竟 inflation 是怎樣製造出來的 就是由這三樣 你看到的 行不行 CPI HPI 以及 PPI 這幾樣東西 影響了 大為inflation 所以導致 有9.4% 政府會不會按 如果你 反過來你是政府 反過來你是政府 怎麼搞 你可能會說 如果我是政府那麼厲害 我就大把錢 問題不是這樣說 現在說 怎樣 會影響你 買房屋的決定 這堆東西 你看到 會慢慢慢慢 繼續上 OK 還要是每年 會繼續 保持這個數字 當然政府不會讓他繼續上 因為你會發現 每個人會開始 抗議 你看到工人 罷工 你見到駕車的 又說不駕 現在又說 大家買東西 物價指數那麼厲害 罵人 這些會產生 社會那個 不好的氣氛 所以政府會慢慢 控制 剛才我提到4-5%是穩定 但是去到9% 去到10% 11% 大家會開始憤怒 你試試買 你試試買雞翼 再買貴一點 看看你會怎樣 是不是 你都罵鬼 一樣 所以現在 你在這個moment 如果你買房子 你看到 究竟對你有什麼影響 待會你會看到 我會說 究竟如果你是 買來去投資 買來自住 究竟這幾個數字 對你有什麼影響 好嗎 你希望明白這一部分 再去 但是有不好的東西 也有好的東西 好的東西是什麼 其實在COVID 在這邊 你會開始發現 人們開始不太戴口罩 在外面 在這邊 其實已經在重振 這個購物浴 尤其是旅遊浴 和購物浴 旅遊 在英國 自己旅行也很厲害 你不要想 英國人一定要去歐洲 不是 或者去其他 亞洲 外國 首先 你都未必容易去到 現在COVID的問題 但是英國本土消費 其實它的零售業 已經在重振 所以有個好處 就是說 它有很多錢 不斷在洗 可以嗎 有洗出來的話 商品的需求 旺盛 你應該會想到 Demand Supply問題 那麼旺盛的需求 但是Supply Chain 又斷鏈 即是 不夠貨賣 會怎樣 又加價 所以看到 這些東西會不停加 正常 我現在講的東西 不僅是英國 現在告訴你 在美國 就算它通脹 都是8點多 一樣那麼厲害 它一樣去到8點多 它一樣是連續加息 連續加了大概5次 我們講英國的情況 它怎樣控制通脹 它就是做加息 我們有英國央行 他們都用加息 去控制住 究竟怎樣減回 就是reinflation 你可能就 我以前聽很多說 加息是不好的 我們香港人聽加息 一定是說一聽加息 就是死火 你有沒有人聽到加息正 沒有人這樣說 加息和減息都有相對的好處 和壞處 你要知道 加息 你知不知你在英國 你可能現在看報紙 我回到上一頁 剛才講了 經濟蕭條 接著 我們是不需要加息 行不行 聽到好正 我經濟蕭條 我根本不需要加息 你看到這個 題目都興奮 不用加息 是不是 你不加息 就是 等於可以買樓 香港人一般都是這樣想的 但經濟學者 或者投資者 他們不是這樣想的 加息 就會導致什麼 加息就會導致 銀行 或者一些 unance的機構 會不斷出很多產品 出來引你們 放錢入銀行 正常 因為加息 加息 引你 放多些錢 因為現在 會給你多些息口 所以 錢 開始 在市場 錢 少了 即是 供應和 開始 平衡 那些東西 不會通脹 這個就是首先 第一 簡單概念 就是 他加息 那些人就會願意 放些錢 銀行 因為息口多了 是不是 但是加息 也會繼續 令到人不買樓 聽上去還是這樣 你要知道 投資者的想法是怎樣的 你要知道 我們要做 你跟得我的話 你看得我的頻道 你要知道 你真的是 非一般的投資者 要做 然後 消費者 他就會繼續 少了消費 加息 放在銀行 你看現在又有錢 買下這些 盒子 你看以前 三厘 現在送到 四厘多 你看多棒 但是 加息 會怎樣 加息有其他 不好的地方 就是加息會導致 剛才 那些人的消費 少了 而你買賣樓 亦都少了 導致你 沒有那麼 aggressive 你亦都買樓 那些人說加息 還買樓 有一群人就說 快點好買賣 算了 不要再買了 你會發現 加息很negative 聽下去 行不行 但其實 他加息是想控制通脹 他不是想做其他東西 所以 你看到剛才的news 為什麼要說 提及加息 這件事 首先加息對所有人來說 都是負面的 你再這樣說的話 被人丟 所以 在英國 其實靜靜地 已經加了五次 在上年 由一月開始 即12月美至一月開始 已經連續加了五次息 我們是不知道 因為他加了大概25個基點 所以他很慢很慢地加 即是沒有美國那麼激 他一加加到 50 75 那現在你要看看 究竟現在的情況 Bank of Finland 他這樣加息 但你要知道 現在他的兌換率 你真是想起頭痛 做政府 想起兌換率 現在被人坐到9.5 9.5不是他想的 所有人都不想跌到9.5 所有人都想 他的貨幣當然是強的 是不是 你強貨幣當然是好的 你現在貨幣那麼低 然後每個人就走到你去買東西 然後現在你買多了東西 不代表一定是對你的經濟 或一定是絕對好的 你的貨幣低的話 對我們香港人來說 可能是一件好事 你想想一下 現在9.5 即是你現在拿500萬過來 你過到來是多過500萬的價值 你現在拿500萬過來是多過500萬價值的意思是怎樣 你拿500萬過來買300萬的樓 你不單止現在你可以買到300萬的樓 這就等於你可以買到300幾十萬的樓 你開頭你打算香港買到300萬 你現在來這裡 還可以買了300多萬 300多萬你可以全付 300多萬付付完 你還可以是很漂亮的屋 所以你說 為什麼我們過到來 最重要你要懂得什麼 最重要你要懂得 就像我開始的題目 英國買樓的資產部署 稍後我告訴你 你應該大概要怎樣部署 我們現在知道了 其實英國有自己的困難 這個困難不只是英國 是全球 你現在想回我剛剛說的東西 其實是全球都在發生 就算我們說美國那麼強 它都發生 只不過它的貨幣很強 但是現在 就算所有東西是全球都發生 所以你不要想 我們現在的慘 一點都不慘 我們要想在這個時刻 我們的機會在哪裡 這個機會就是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香港人過來這班 是有些什麼 我們有 貨幣 貨幣是貨幣的 我經常都說貨幣是最強的 當然你不要直接放在那裡 你直接放在那裡當然不行 你貨幣也會搞到你沒有 每年我都說有4-5% 現在還有狗 你這樣放在那裡 都不夠賺 你輸的 你放在那裡 好了 你的錢 是很高利益 的意思是什麼 你是可以隨時在貨幣上放了就會有現金 包括你是有現金在銀行 或者你有一些股票 什麼都好 你那些只是未賣 但是那些隨時賣都可以換到錢 就是利益率很高 好了 現在你要做的什麼 你趁有時間 你控制了 意思就是說 你把香港的好 或者你英國的好 你把現金 可能你擺好 擺在一兩個地方 擺好之後 你香港記住這件事我要提你的 你要記得香港你賣的樓 你要拿回你賣樓的合約 那張律師樓的合約 然後你入數字 你銀行的statement 你保留好它 因為在這邊 檢查你洗黑錢的情況 是很厲害的 不是說你洗黑錢 這個是procedure 你律師樓 如果你買樓 他會問你你的錢在哪裡 你就要把我剛才所說的幾件事 就要完完全全的傳給他 很有趣的 你這裏買樓 你是不需要去律師樓 分分鐘是可以remote都搞定 但我當時選擇的 我都是找回一間附近的 In case有些什麼的話 我真的可以刷上去 簽名我都快一點 不需要他寄來 簽名又寄給他 所以 有些東西就是 現在英國 很多東西是 不見面都可以做得到 包括買車 你知道 為何隔山買車都買得到 你就知道 好了 然後你要再看 現在我們有cash 我們可以選擇 buy to net或者自住mortgage 可以嗎 你自住的mortgage 你又可以 或者你作為投資 buy to net 我稍後告訴你 這裏 和香港做按揭 是有分別的 好嗎 你現在初步了解了 經濟 怎樣影響 自己的房屋 你也猜到 剛剛我所說 現在你看的news 他說 經濟蕭條 在這裏 通貨膨脹得那麼厲害 還說經濟蕭條 沒錯 因為生產那邊 亦在說 need 是少了 但實際上 這兩個月 生產數量的sales 跌了 Drop了 原因是 外國的demand 他們的東西 已經越來越少 很多原因的問題 導致這件事發生了 所以resection 慢慢地來 經濟蕭條 現在我再告訴你 為何加息 未必會是 很需要急切性去加 因為英國做事很緩和 所以你會見 通脹 可能希望 慢慢會自己跌下去 因為現在講 實際數字 我們永遠是這樣的 看到實際數字的話 其實我們後期才會覺得 因為我們是一個end consumer 但實際數字已經說 他們的sales 其實是record fall 他們在跌 demand 沒有那麼大 所以 他們現在有些東西 開始減下來 可能會請人請少了 出糧出少了 很多東西會慢慢 一步一步來 所以你會發現 全部都說resection 這個是事實 他接下來都會這樣 意思是甚麼 有機會 經濟慢慢 向下波 經濟蕭條 這個字很恐怖 聽起來好像 簡直死亡 但向下波 走慢一點 行不行 所以他就不需要特別去繼續加息 你聽到我說 他會繼續加 但不會加得很厲害 因為他要用加息 蓋通脹 另外一方面 加息影響你賣樓 亦可以同一時間 按下樓價 所以 這個動作已經做了很多 所以整天全世界都說 加息減息 因為已經可以影響很多 跟著 跟你的物價指數 全部有關係 甚麼都有關係 尤其是我在這裡說賣樓 所以你看到 你有機會 有機會你有貨幣 似乎現在 兌換率 那麼漂亮 你現在買 是有好處 我想說是有好處 我不是叫你現在買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你的情況是怎樣 買哪區你都未問我 所以在這個情況 我告訴你 你現在買不會差得去哪裡 你不用怕到大鑊大鑊 你預約了他也會繼續加息 但你不要被繼續加息 這幾個字嚇到 我們現在說的息口 你稍後你會看到 你有一些息口 5年 只有2厘多 這幾個也有 你用你的方法 你一定找到這幾個 上網查一下 你就知道 3厘多4厘多 全部都有這個範圍 稍後要解釋 那些是甚麼 但你要知道 現在你就算過來買 也不是一件差的事 我稍後分析給你聽 好 我對面 他本身 預約了建一個很modern的房子 他這裡 建了一年 一年他還未蓋到這條路 這條路還未蓋好 原因是為甚麼 就是因為所有材料價格貴了 你蓋房子一定有原材料 再加一些街我們買到的 例如門鎖 扣 他因為升得太厲害 他寧願停工 所以你看到 做一個蓋房子那邊 當然蓋房子那些 他們不會維持貨貨 所有都是做 Just-in-time infantry 他怎會維持 難道維持100層 房子的 料放10年 不會 永遠沒有人知道 甚麼時候升 沒有人跌 總之去到甚麼時候 你就買一個便宜貨 他們每個都是這樣做 沒有人會維持財料 所以 去到現在 價格那麼高 他們寧願停工 所以現在前面 你看我其他片 你看到前面有個門口 有個 地盤入口 已經鋪好了 但他未曾做Decoration 上面也沒甚麼動 這個我告訴你 就是蓋房子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 有人告訴你 你不如買地自己蓋房子 這個 不應該在這個時刻做 除非 你有一個很好的供應 你的價錢很漂亮 還有你計算下去的ROI 即Return on Invest 是很值得去做 如果不是的話 沒有理由在這個時刻 升到這樣 你走去自己蓋房子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他很漂亮 他不僅想這樣 他已經畫好圖 除了在他自己自住這間 Modern house之外 他還有三層 起來賣 他全部停了 行不行 當然 你告訴我附近 還有很多 地產項目 不停在興建 正常的 因為大型 例如Belway Taylor Wimpy 還有一堆 一級一點的 他們一定會繼續 因為他們計算得很好 行不行 他們一定有buffer 怎樣去 人手 因為他全時間自己請 很多人 你不同的計法 他們會繼續 繼續來賣 但你要知道 其實你現在 買New Bill 買新樓 都有買New Bill的優點 我要繼續給你看 原本今天的影片 只有第一章 去講解 關於經濟 如何影響你買樓 但我覺得你要再知道一點 所以我給你這些 看看 你買樓 投資 和自住 很大分別 我們經常說 投資 現在因為有 Sortage Sortage 這個字很重要 短缺因為現在 在這個Moment 2022年 從2020年開始 到2022年 不論到23、24年 你都會發現 繼續短缺 包括所有資源 既然短缺 Supply Chain 那麼差 所有勞動力 請人 材料 運貨 貨車 一切 全部短缺 短缺的意思 就會加價 所以成本很高 你會影響任何建築維修翻身一切的成本 即是如果你買樓回來 是想著放租出去的話 你將會這些成本 你可能要給多 可能20% 都不出奇 如果你假設 你想想 我買回來 我還要花十多二十萬 去收拾 你知道有些東西 你真的要收拾 沒有辦法 你不是要收拾得很漂亮 你放十多萬 真的很普通 轉頭你移動廚房 你也花你一缺錢 所以你再加多20、30% 其實那筆錢都很厲害 我沒有叫你不要投資 投資是應該anytime都可以投資 只要你計算對數 還有你找多一層好的property 你會看我 將來其他的影片 我會告訴你 怎樣賺順盤 但在這個moment 就是說 Buy to net 銀行利息 你要懂得運用 還要認識什麼 APRC 這個不是普通的利息 這個講 長期裡面 Average 總支出的利息 你一定要去看 房屋租金又升 價格又升 然後消費者指數又升 你要留意 這個情況 你買來做投資 應不應該這樣做 行不行 好了 去到自主 自主要看的東西 變第二樣 自主 你要首先 Agreement in Principle 的意思就是 你可以預先跟銀行做批 假設已經批了給你 你已經預先知道自己有多少錢 可以買東西 所以你買東西買得很快 這就是怎樣投資 那些人 為什麼買東西 常常談到價錢 就是因為他快 他有現金 以及他已經跟銀行批了 所以他一早買東西很快 好了 快入住 是我們香港人來的大方向 如果你買一層二手樓 你有一條 叫做chain 有一條鏈 包括 你的賣給你層樓的人 他遲遲都不肯賣 因為他還住在裡面 因為他說他買的層樓 還沒買到 真是被他吹BB 他沒買到 都關你什麼事 香港神祖 你撻了他的訂 他還不走 你一定要跟合約時間 你就要走 這邊不是 這邊買二手樓 就是他要真的走了 你就可以繼續入 他可以一直跟律師行 永遠不能關閉 可以搞三個月 八個月 九個月 一年兩年 都可以 行不行 你可以 反過來 你是買家 你都可以去到某個時段 斷了他 當然你要給付 你之前放進去 投資的時間和錢 你都要給律師樓錢 你都要做驗樓的錢 遲些律師樓驗樓 我都要跟你分享 究竟為什麼要驗樓 再去就是 Council Tax Bank 你要看看你現在這層樓 給Council Tax 要付多少 因為你從Bank 才知道 你可能付2000多元 1000多元 怎樣都會知道 這些是你固定的支出 無需長遠的租金 這個我要跟你分享 很多人都繼續會在租樓 沒有問題 但我現在告訴你 如果你有能力買樓的話 你要懂得計算 這條數是誰都懂的 如果我在這裡租一個 1500元的單位 可能OK 兩房也好 三房也好 12個月乘5年 為什麼用5年呢 稍後你會知道 這裡就會是9萬磅 等於大概90萬 港幣 你說90萬港幣 我在香港 90萬港幣 什麼都做不到 你要知道 這90萬港幣 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包括什麼 我隨便在網站 現在搜尋給你看 一個200萬 港幣200萬 300萬的樓 我隨便找DETETCH 終於是獨立屋 獨立屋已經是最貴的 當然你不要跟我討論 不是的 我旁邊那間更貴 獨立屋 不是這樣說的 你不要跟我討論 總之要交易說 獨立屋在一個 同等的情況 大家相同的情況之下 它是最貴的 好了 200至300萬 我隨便在Birmanham 我都找到300多個盤 獨立屋 還要是 好了 我用同一個 你認識我 看我其他影片 你也知道 在Rightmove怎樣 這很好用 然後 Terrace 就是排屋 排屋 你買頭頭尾尾的 也是正的 買中間也沒所謂 但是排屋 你預計了 它的牆壁 真的薄得 隨便隔壁說話 只不過你始終左右有人 你做些事 有機會影響到隔壁 行不行 始終排屋 其實香港也是這樣的 你不用擔心 香港也隔了磚 這裏也是隔了磚 也是隔壁有人 只不過這裏太靜了 靜到你隔壁行樓梯 極極極極極上落 你聽到 有機會 所以這些屋 沒有那麼值錢 但是沒有那麼值錢 也不要緊 很多人都住的 因為它真的很有價值的住 有些Terrace 很漂亮 很大 其實有很多你都聽不到隔壁的 不要被人嚇壞 你自己去看看 如果你價格 你始終每個人的資金不同 你的價格是需要買這些 不要緊 Terrace也有很多人住 Flat Apartment 也有那麼多人住 所以沒有問題 我告訴你 完全沒有問題 如果Terrace的情況 怎樣 我搜尋 700多個單位 這個還要是 100萬至200萬 就買到 700多個給你選 你說你怎麼會選不對 再給你看 剛才 我說你 就這樣在五年租人的地方 現在回到第一章 為什麼說我們通脹會影響 通脹是會加你租金的 他簽你一年 兩年 下年又再加 下年再加 下年再加 你一直預計會慢慢加上去 所以你給的絕對不是9萬鎊 你憑經濟的概念 你已經知道 你已經不是給9萬鎊 但是原來 你早一點 我拿出來 我講香港人現在過來我們有cash 剛才我講了cash is king 因為你有cash 所以你應該現在走的路 是更加多選擇 選擇就是最重要 現在你買一層Terrace 就100萬你都買到了 當然你靚與不靚 這些不要緊 你自己慢慢去看 我經常告訴你 找訊盤 要慢慢用心去看 到最後你就知道自己要買什麼 好了 你現在看對了 什麼價錢都好 然後我再去給你看 就算你買新樓 買新樓 這個叫Semi Detached 意思是什麼 給你一個圖 Semi Detached 是左右 只有各一間屋 即是有一邊 不會碰住隔壁屋 所以你那邊 吵磚巴斃也好 你只有一棵牆 是碰住隔壁 所以這個是 僅次於detached 受歡迎 可以嗎 或者叫高價值 我就算買一層 Semi Detached 我都是 239萬買到了 如果你看到他 Promotion 那些更有趣 有些是送地煎 送地板 送一個升級廚房的 Kitchen Appliance 全部都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你慢慢找一下 剛才我所說的 有幾個大型 Taylor Wimpy Belway 這些很大 很好 他們的Rating 是很高的 你找他出事的機會 真的很好 所以 新樓有什麼出事 他包你一兩年保養 然後政府還迫他 包多很多年保養 其實你 都沒什麼要害怕 你根本來住很舒服的 我教你玩一些方法 怎樣玩法 這個是英國賣樓部署 其中 Case 1 Mr. Chen 陳先生 他37歲 他是一個Site Manager 現在他有些基金 有20多萬基金 NPF他拿出來 因為他離開 來英國 即是來英國 Cash有480萬 因為他賣樓 家裏有4個人 4個人 這裡有minimum 你怎樣住房 好像他這個Case 一個女兒一個兒子 已經迫住兩個房 最少 加上兩夫婦 一定要三個房 即是這個Family 怎樣都要三個房 即是破壞了 行不行 所以怎樣都要三個房 好了 Family 4 Public School 全部讀書不用錢 是嗎 Public School 然後 他們售賣了香港的樓 唯一的樓 然後想著搬來這邊 又買樓賣車 還有一些 Variable assets 在手上 即是 現在他大概有 50萬磅 帶來英國 接著他看好層樓 30萬 OK 30萬 剛才我說了 10萬磅至20萬磅 都有700多個給你選 20萬磅至30萬磅 都有300多個給你選 是一個區域城市 你說他買不買到 我不說aggressive 我覺得是普通 他30萬磅要買 原因就是 他讀Public School 他預計 大概讀幾年 就可能離開了 行不行 有機會是這樣的 我剛才跟你說了 很多人都會轉城市住 包括你也有機會是這樣的 然後他就很聰明 跟銀行說 我做一個25年的mortgage 你問我 可能他都沒有工作 怎麼可以借到什麼mortgage 不是這樣的 你找一下銀行 他有機會用資金 都可以跟你談得到 行不行 很多方法 始終你談 你就這樣上網 當然不行 你懂得了解 去談 有很多辦法 就算我告訴你 兩哩幾 其實你可以做到這幾 兩哩一 你有些東西 你自己有辦法做到 但是 你一定要知道 怎樣做 好嗎 接下來 這20萬磅的 其實他要拿100萬出來 你要記住 他拿了100萬出來 港幣 好 拿100萬 他做二來二 兩年的variable 即是用 兩年的fix 2.2 之後他會加 你要清楚 這邊是這樣做的 通常是兩年 五年 固定了一個低息 之後會加 很正常 他選擇repayment 意思就是 他是連息加本 這樣去還 我現在跟你說這件事 你跟香港買過樓 你會知道我說什麼 息加本一向都是這樣還 香港 沒得只是還利息 英國可以 行不行 好 然後 他還有400萬 現金 在銀行 after mortgage 這個 就是他買樓的方向 這個是case 1 行不行 所以這個很穩陣 借錢 就這樣去買 他還有400萬 在銀行 所以他生活 都是無憂 也不需要擔心什麼 小朋友繼續讀書 他要花的錢 慢慢撕 拿來喝喝吃吃就已經足夠了 他沒有什麼Entertainment 在這邊 你不會特別 無端端出去花了幾千元 這邊很少 除非你自己去 去酒店吃頓飯 那些沒辦法 有時候你那麼興奮 但一般來說 那些錢很耐用 這個Family 1 資產如何安排 好嗎 第2個 同一個Family 第2個方法 今天 陳先生不知為何突然那麼aggressive 他想了第2條 這條條 可以怎樣呢 可以令到他有錢賺 但當然要有技巧 這個技巧是怎樣呢 我給你一個組合 同一樣 他有500萬的現金 港幣拿來 然後他就買了30萬磅的樓 跟剛才的case一樣 他就做25年的mortgage 就等於借20萬 他自己拿10萬出來 就等於拿港幣100萬出來 他現在 拿了港幣100萬 就是這樣 他就2.5厘 去借5年 他特意 不像剛才 我上面這張slide 我去前面 這個特意做2厘 因為他息口便宜 做2年 就2.2厘 這個做5年 就2.5厘 升了一些 原因為何做5年 你要知道 我等一下告訴你 然後他選擇只付interest 香港沒得這樣 這邊可以只付interest 然後他現在 每個月月供417磅 就是4000多港幣 看著 他現在很輕鬆 拿4000多港幣出來 一個月月供 然後他銀行還有40萬磅 跟剛才一樣 只不過他調整了 拉長年期去便宜 但月供25年 他申請25年 跟著他銀行還有這麼多錢 跟著 他在ISC戶口 放了大概20萬磅 這個ISC戶口為何打粒升呢 ISC戶口是說 你所賺的利息 或者你賺的收入 是不需要交稅 行不行 打粒升的原因 其實他是每年上限 只可以給你 放2萬磅 行不行 所以其實你 是放不到20萬磅 行不行 你要放20萬磅 你要分你和你太太 還要分大約5年時間 這樣做 你總共有20萬磅 在總共的帳戶 但這個你要講細節 去我看ISC的影片 行不行 但我意思就是 你只要買任何的東西 有8%回報 一年8% 所以其實不難 應該說比較容易 8%回報 然後你就會做到什麼效果呢 你就等於 一年有16000磅 增加袋 16000磅增加袋 16000磅增加袋 我來做什麼 你看不看到 這裡 原本我要供樓 其實一年大概5000磅 首先你拿了20萬磅 去投資 回到16000磅 然後 其實你要拿 大概5000磅出來 一年 每年可以 代1萬磅 等於你沒有拿過 任何錢出來 去供樓 你還會 一年代1萬磅 行不行 這個 概念是怎樣呢 你要自己找一個投資 那個方案有8%回報 你真是找得到 我告訴你 其實不會難 當然你不要說沒有風險 絕對有風險 任何東西 投資有回報的都有風險 絕對是有 所以 你要懂得管理 但我告訴你 很多人都是做不同的方法 去達至 怎樣是有正現金流 行不行 然後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你有錢代 然後因為他的小朋友 讀大學是會走的 你沒有可能在那裏 住到讀大學 都住在那裏 是不合理的 除非你將來 大學的小朋友 自己出去 讀書 就去自己 做波頂 什麼都好 不然根本 你沒有可能 你住在那個單位 同一時間 住在那裏 所以他預計 五年後就賣了 他聰明 他的聰明位在哪裏 就是他懂得 用一個投資 如果你是 Full Pay Full Pay 首先你都一早 拿了30萬磅 現在他不是 他只是拿10萬磅 留回原本 Full Pay的20萬磅 拿來做投資 有8% 穩陣回報 然後 你就每個月 賺的錢 有特 去供 一層樓 即是連續五年 只要你是穩穩陣陣的 即是等於他五年 沒有交過任何錢 用來當租樓 那個錢 他亦都不需要供樓錢 即是等於他住是不用錢的 好不好 還有 他五年之後 他預計了賣 根據剛才 我們那個 Housing Price Index 如果他不是 貿貿然出什麼特別的東西 英國其實的管制很好 他一直控制著經濟 是會慢慢穩步向上 假設他控制著4-5厘 其實是很理想 但只不過現在 那個Inflation 實在太強 去到 9厘 10厘 接下來 預計11厘 都會有 你的樓價 自然會繼續升 他五年之後 如果根據這個情況 他一樣會升了 大概 有幾十個 你不要想著很強 你大概想著 不要多 你只是 就算拉回平均了 我五年給你升了大概 可能15% 不多 15% 你看不看到 你一買 你一賣 你扣除所有的雜費 你跟著 其實你那層 你那層還要是新樓 然後又可以 自己住新樓 然後到最後 每個月又不用付錢 還有錢 然後五年後 賣了的話 可能還會賺一點 這個就是其中的 投資組合 你要懂得怎樣去玩 這就是我們香港人做得到 因為我們有 貨幣 所以說 你們帶貨幣過來 不要亂用 不要亂跟人 買一些投資 Package 除非 太多錢 可以有很多不同方法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有什麼 你覺得想投資 你可以問一下 我在Patreon 但你就不要亂 去買一些 投資組合 搞什麼 每年又投資 回報什麼 到最後又付多少錢 你要知道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是好 但不是最好的 如果你說買property 很簡單 十個富豪 全世界都不要說只是香港 香港頭十個 你自己搜尋一下 有多少個 和地產有掛鉤 你有多少個 在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你不要說九七的 一般來說 你買入 你拿著十年 拿著二十年 你會輸 有多少個 你有沒有朋友 最難就是買 買那一下 香港的首期很厲害 你這邊 你這邊 每一項都幫你 First homebuyer 又幫你 你買二手的銀行 又給你 買一條 也可以給你 只付 interest 所有東西 都有很多東西 幫你 所以 你可以考慮一下 其實這邊 樓價這麼低 你隨時 過來 很輕鬆 就已經 解決了所有東西 去到第三節 同一個 Mr. Chen What happened 如果他全貸 剛才我說了 全貸有不好處 但是 全貸也有好處 你要想一想 究竟如果Mr. Chen 全貸的話 以你現在的認識 你覺得有沒有好處 好了 今天我就不說那麼多了 但是要知道 我們繼續有些什麼 今天 我已經跟你說了幾個 免費課堂 包括一圖 整個經濟 如何影響房屋 第二 買樓自住 和投資 是很大分別的 所以你不要 投資和買樓的心態 放在一起去想 你永遠自住就是自住的心態 買來投資就是投資心態 兩樣東西來的 不要混合在一起 你永遠看不合 你去看樓 你想要自住就自住 好嗎 不要看一看 就想 不是呀 不如我把那筆錢投資 你這樣搞 你永遠看不到 買不到 好了 第三 英國個案 怎樣部署 你的資產 一同二 已經給了你看 第三 你再想一下 會不會全貸是有利益 或者什麼情況 應該全貸 這個我就留在 Master Class 中有竹版 竹版遇過 為什麼通脹 買樓 我到時會告訴你 現在接下來就是通脹 為什麼你還要買 有原因 怎麼買 買什麼價格 是好 還有 在英國 究竟全貸還是銀行借 太好 不代表一定銀行借是最好的 也不代表全貸是最好的 什麼情況是適合你 我未有樓 有一層樓 兩層樓 怎樣影響我在英國的稅務 行不行 還有 如果我香港有一層樓 我現在究竟稅務要怎樣處理 我還要在這邊有買樓 究竟我還是不是叫First Home Buyer 很多東西你需要知道 你1次知道的話 你不會出錯 不會出錯 不會被稅局挑機 你自己上網看看 有多少人在稅局被人一挑出來 查你檔案 起底 到最後你要賠多少錢出來 就是因為買樓買得 算錯 行不行 好了 志姐經常都這樣說 買樓買地段 有沒有提示 哪一區 是升得好 很多人 其實你們過來 都不知道自己住在哪裡 更好 當你沒有目標住在哪裡 更好 你更加flex 等於我告訴你 哪一區會有potential 你住在那區 那你就OK 那你就又賺了那筆 當然 不是我告訴你 一定會升的 只不過我都是基於資料數字 和個opportunity 分拆了 究竟哪些應該去 哪些不應該去 最壞打算 如果五加一不成功 陳柳怎麼好 我會告訴你 你陳柳可以怎麼做 好嗎 好了 記得 上我的master class 你現在可以看 Description下面的連結 又或者 你可以直接給我上課 或者如果你是 Patreon我的會員 絕對多謝你 因為Patreon的會員 其實由我Day1 你們都一直支持我 即是很多個月的 你繼續支持我 所以 我亦想了不同的方法 怎樣去報答 就是 Win4達了4個月的Patreon 之後 這個master class 到達英國清單checklist 這個master class 裏面的堂數 我就用超便宜價 就會給你 所以 你可以進去 Patreon下面 Description都有連結 看看究竟是否適合你 又或者你可以直接上課堂 都可以 課堂上面還有很多 提議 你可以直接去看 提一提你 這個課堂 因為這個 我找了很久 原來發現 它可以有免費課堂 讓你先登記 免費登記 然後還可以看一看 上面的影片的格式是怎樣的 因為它跟Youtube不同 Youtube我經常都說很正 但正得來很散 所以我就特意放在這個平台上 你上去看 免費登記 登記了 你看一看那兩條 那條Sample video 你先不要預期很厲害的內容 你會看到 究竟形式是怎樣 然後左手邊 就有些 topic 你可以看一下 還有些什麼 topic 你可以看 如果你對的 你就訂閱 或者我預先多謝 定領先 如果有些什麼 下次再見 有些什麼問題 你可以直接問我 下次再見 拜拜